真的健康跟金錢是沒有辦法衡量 你現在拿這個獎金變你的財產 但你沒有健康的身體變什麼 遺產 好不好 不要人在天堂 錢在銀行 哇 通通 好不好 好啦好啦好啦 跟你們玩好不好 好 胡錚葉的代表嘛 來來來 都說參加燃燒脂肪 不是少吃 就是運動 我跟你講啊 燃燒脂肪為我的方式 嘿嘿 卡扎睡耶齁 你就燃燒脂肪了啦 辦公室燃脂挑戰賽 一整個沒有來由的職業獎開頭 這個呢 因為其實基本上 我們大家都是不務正業辦公室的員工 對不對 然後呢因為我們長期就是 當你在辦公室壓力極大的情況下 你可能就會想要吃一些高油 高鹽 高糖的東西 對 因為你要讓自己開心啊 工作這麼累耶 對啊 其實大家都會想要做隱私控制的辦公室 但真的太難了 太難了 所以今天這個企劃呢 就是我們想要在 短時間內燃食 給自己一個健康的身體 沒錯 但是呢今天這個挑戰賽呢 我們三個說服力有點低色 喔對 就是你看我們三個其實身材 其實是算還不錯的 所以呢我們今天這一次 我們特別邀請了一位 很少在不務正業 或是我們扭覽團露臉的一個人 就是我們執行製作人 他才是真正代表所有上班族 職業災害 好不好 所有的疑難雜症 所有的身體狀況 都在他身上 第2 讓我們來歡迎 第2 第2 第3 妳再用這麼 這麼 瞧不起的態度 妳試試看 我是說 那妳都沒有想過要染指嗎 欸我說超胖 這是醫生哥 鞋罐塞住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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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你知道肥胖 鞋罐旁邊會有很多油嘛 那這樣塞住就是叫什麼呢 中風 所以我其實是很認真在擔心 好 反正這個比賽呢 它的規則就是這樣子 我們為期五天 我們要依照我們的體質率 減得最多的 那就是贏的嘛 那如果減最少 那就是最速的 那 最能有什麼 健康的身體 幸福了一副健康的身體 很好 欸欸欸欸 不是 醫生我跟你講 我們其實有討論過 這個比賽要不要有獎金制 但我們發現 真的健康跟金錢 是沒有辦法衡量 你現在拿這個獎金 變你的財產 但你沒有健康的身體 變什麼 遺產 好不好 欸 不要人在天堂 錢在銀行 哇 太誇張了 好不好 好啦好啦好啦 跟你們玩好不好 對 好 所以 胡錚葉的代表嘛 來來來來 對來 C位 好 那我都參加了 要用什麼測量 就用測量 來 我第一次這麼詳盡的 看自己身體的一些報告 好 等一下 最左邊的人是怎麼 欸不是 Eason 你還好嗎 對沒關係我們 我們不討論這件事了好不好 雖然我們現在頭上都有 我們的體脂率 對 沒關係Eason我跟你講 今天我們就知道真相 面對真相 辦公室男子挑戰賽 哈囉 哈囉 大家午安 我今天就是上完課 然後因為中午也沒有很餓 所以我就隨便買了一個沙拉 那也不建議三餐都吃沙拉 因為身體會就是太冷 那我問你們 燃脂期間不能跟誰當朋友嗎 答案是 因為不能加重 對不起 對不起 好 到這裡 有點冷 抱歉 抱歉 但是我沒差啦 OK 所以我還是會加張 我還是沒有辦法不加張 好我現在要來認真分析我們四個 因為我們不是要燃脂比賽嗎 那首先是秉承 那秉承的話我其實不太擔心 因為他其實會運動也會飲食控制 所以我覺得OK 那再來就是易鴻 他最近有在運動 但是飲食的部分就比較隨心一點 所以 他可能還有自己的一套 但我相信他OK 再來 就是Eason 就我真的蠻擔心他 因為我從就是教課到現在 沒有遇到就是體脂50%的人 但我相信像他這種體脂比較高 如果有在飲食控制跟運動的人的話 他的體重也會 撞的比較 沒有 我不想要玩這個梗了 好 我等一下要教課 就這樣囉 掰掰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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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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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平常在家就是會做一些 節假運動或伸展的動作 最近不是很流行 一個16分挑戰嗎 我們現在就來挑戰 16分 開始 現在是星期五 不亂想 5 6 7 然後做的時候 股指要收緊 其實我覺得如果啊 在家做的話 是可以蠻有效的幫助燃止的 其實我覺得可以做個1分鐘 不一定要16下 如果1分鐘可以的話 然後 就 就是這樣子 我 在 人 子 呃 呦 呦 怎麼 白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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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 參加燃燒脂肪 啊不是少吃 就是運動 我跟你講 燃燒脂肪 我有我的方式 嘿嘿 早睡耶齁 你就燃燒脂肪了啦 哈哈哈哈 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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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下完了 呀 嗚呼 我們五天以來的努力 今天總算到達終點了 好啦 宇軒 公布第一名是誰 第一名是 一紅的T值降了0.5 所以你假如說五天 我可能一天0.1 一天0.1 但慢慢來 不求多 要我來公布最後一名的 最後一名有兩位 答案是 TJ跟Easeer 恭喜喔 他們兩位各上升了1.2的體質 他們一樣都上升1.2 都上升1.2的 那表示我一直睡一直睡 1.2 你在思考什麼 沒有必要思考 我覺得你現在就跟大家 姐姐講清楚啦 就是你 教練課要怎麼退背 不要亂講話 我覺得我剛量上升 是因為我剛吃東西 我上次空木量的啦 其實1.2還好 1.2還好 1.2還好 真的還好 誒 誒 說真的這些東西 它就是一個 長期監測的過程 是啊 五天並不能夠當作是一個 完全參考依據 而且其實體質 這樣的一個浮動範圍 是非常正常的 並不代表說 哇我真的減了多少 或是我真的增加 對 對我們只是說 我們用五天的時間 來實驗看看 這台體質機 可以告訴我們身體 哪一些訊息 大概三個兒 我們看的 這麼一件能力的